哇!你真會出奇之勝 有娜家的話 其實有一個打法是直接升級 客家女妖 雙倍賺錢 對面升級了 暗示了 各位 他想發財 大家都想發財 我也可以賣一個 買兩個啦 但我不太想拿這個 因為你拿這兩張 後面還要再賺一次 客家女妖 不算喔 這個加這個 嗯… 都不搭 左邊到時候加7、加7… 不然有體質 還算蠻好用的 那你說要不要先買這個啊? 撞一下 解兩層 反正等等再全買 先買的話 先解 等等再買兩張 然後繼續解 這個加7… 野獸變大 挺好用的啊 男爵變大 然後還開伊瑞爾 他簡直就是暗示我一定要選這個啊 跳蛙最常死於什麼東西 你們知道嗎? 不是野火 也不是路透蛇 也不是什麼旋風 是爆爆 爆爆才是… 跳蛙罩門 最難防的其實是爆爆 爆爆超難防的 然後爆爆又最容易拿到 因為金色狂風 其實你只要男爵有點體質 都不會被抓 但… 爆爆不一樣 爆爆你要一次灌超多的牌 才防得住 所以…難度是… 完全不同等級的 找野獸 找三合一 或是一些眼睛補盾 怎麼感覺他解體質的任務會比我還快? 眼睛其實蠻強的 如果跳車… 要打個前四名 超容易的 但是如果不跳車 就刺激率比較高 但… 壓力也比較大 拿眼睛超會狗的 真的 眼睛真的是… 過度啊… 或是你要… 狗一下 他…簡直是無敵單卡 我先拿這個吧 看看旁邊的那個…戰機 暴博一直在搞 我都有感覺了 這把好像要搞起來 先防守一下 防守 對 因為有人有提到嘛 確實我是很容易可以守奧米加體系的… 跳 那個…鯉魚 鯉魚不只…只有一票挖一個型態 加上我這把能力真的超適合拿眼睛的 等等貼片加7 然後貼上來 超級搭配 任務差個10層喔 我覺得可以拚一下 任務完成 差蠻多的 居然直接合了 我直接來 肯定是這一張比較好啊 但是我非常巧妙的 把一個眼睛放後面一點 是為了避免他來不及補盾的蒸發 很巧妙啊 補起來 補! 任務完成 漂亮!聊天室啊! 選得不錯吧? 可以齁? 黃金魚之盾 激素嘛 五星卡 男爵 激素就是5嘛 三星跟五星 五星暴龍 哇 有點燥 感覺鯉魚要扔了 怎麼辦? 這魚一臉就是…再見囉 沒我的事囉 爸爸 只生無魚 爸爸 這裡沒我的事了 你們慢慢玩 賣魚了! 糟糕! 糟糕! 恐怖了 先前已 抵達戰場 我這邊可是獻祭這隻魚 來換取 有沒有? 鮑伯還想要搞 沒有了啦! 去除沒運! 等等還要再換個鮑伯喔 我不但賣魚 還把魚人鮑伯換掉啦 夠狠了吧 賣魚不夠 給魚人鮑伯一起換 要做就做到徹底 要做就做到不留情 你有發現我眼睛放在後面嗎? 這是最容易補到最多盾的方式 因為小機器人配鋼鼓 眼睛會無限魔力 就偷偷的教了你們一招啊 然後完全沒嘲諷鯉魚2-2 不丟他 不知道要丟誰 真的是錢賣 歐! 烏射 烏射好像… 我是不是賣那個是有點… 對不起了 這是偶數嗎? 等等會變成激素欸 所以點魚 拚起來 然後加7 哇塞 22 是不是又讓你們偷學到一招了 聊天室? 可以啊! 偷學一招 太棒了 對面是什麼玩法啊? 為什麼好像沒看懂啊? 炸了一大波 然後就… 不知道在幹嘛 他沒有奧米嘎啊 他就是… 鋼鼓男爵 然後卻有奧米嘎 蛤? 偷懷送暴之術 來到激素了嘛 所以要刷… 燈籠魚 合體威脅者也可以 燈籠魚 東煮要拿 賣一個東西 這張扔掉好了 有沒有人會等啊? 就是故意先不拿 先出這一隻 然後等他加7再買下來 因為這回合應該會輸掉嘛 那我先買這一張 再買一個鋼牙獸 然後輸掉 輸掉加7再買下來 欸…小聰明 怎麼有這麼聰明的? 故意輸掉啊 我們就沒想過 不可能會贏吧? 出這一隻 好像還是不如出這一隻 雖然不可能會贏 這個也消失的太快了 不過我再說 趕時間啊 我是有在趕時間 這把是偶數 所以升級 偶數 偶數 賣兩張 買這一張 暴龍 呃…惡魔是不是該扔掉啦? 惡魔加2加1 好像也不是很重要 五盾還是有他的價值所在嘛 欸 剛好… 好沒辦法扣住 哎呀! 右邊你死了 聊天室啊 這一把機械打出來了喔? 經典五隻怪 我贏 再變回… 我激素啦 激素加加加 激素的話是燈籠魚最完美 合體威脅者 眼睛、奧米嘎 欸 剛好兩張 怎麼那麼巧? 剛好就兩張 全拿了 幸好我把鯉魚賣了 不然這把沒了 鯉魚賣得好 看一下我的技能觸發了幾次啊 我來算一下喔 一次 兩次 欸 其實也才觸發三次技能捏 嚴格來說 也沒什麼感覺啦 說實在的 我先… 哇塞 他這個太會倒了 我有點…沒辦法 他沒辦法 欸 該打一下左邊了吧? 鬼子跳蛙欸 這樣子也能跳蛙喔? 好扯喔 就這樣子也能跳 對面超大的 對面大到不行 男爵助我一臂之力吧 那要賣怪了 大掉剛好補盾啊 直接 哇 這弄魚吃了 酷了 還是我還是完美站位 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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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一個扣最少 男爵 嗯…直接合金吧 合金 然後奧米加 三合一 打野 團戰超好的 一直在補 一直在補盾 一直在補盾 其實打野 不用打這麼好啊 手上還有一個冰箱了 要來囉 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 還有無射 痾…這個會爆爆炸掉欸 我點這隻好不好? 好 但他如果改放金色狂風 那我就沒這囉 因為…沒辦法 我沒辦法這樣 我只確定他… 第一個擺爆爆我很煩 那他如果改放狂風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我就沒辦法囉 因為只能一次防一個 你要我全防 我辦不到 那這邊就是…男爵買下來一刷吧 然後希望三合一 因為他有一個聚合體的嘲諷 所以你拚個先手 就算有爆爆 也沒那麼怕 不能 要直接刷金男爵 不然打不贏 剛古給我兩隻 好像沒有任何用 哇塞 他超猛喔 他全部給我直接 銀色Omega站起來 成龍魚站起來 燈了 再變大再站起來 拚了 聊天室 這一把雞吃下來 可以 贏了 世界冠軍 雞… 我們吃雞 等一下! 他有冰箱啊! 還沒! 他很強! 還沒完! 金男爵就場 金男爵是最省事的 就直接合金這個狀送掉 完事 找太多有的沒的 也很難弄 燈籠魚 換掉眼睛 真是個大傢伙 金點六隻 來啊! 決鬥! 喔! 說你金點六隻啊! 打不過來啦! 尿天師 再經典啊! 偷起來! 這把吃雞! 哇塞!用機械來打! 直接用機械開頂啊! 剛剛最後買的那隻燈籠魚 站出來了 5加6 一拳! 剛剛好 就這隻燈籠魚 沒男爵沒關係 兩個魔力魚 開始! 這一把鯉魚賣得好啊 就該賣 三連機三個8 然後再來吃…再吃把機 狗分不存在 要嘛…天堂 要嘛地獄 比人生還刺激 大起大落 那我是不是準備天錢預備了? 你們說我現在關台… 還來得及嗎? 正現在開6 還想要天錢啊! 我們不打啦! 丟了 笨蛋! 87 天錢一個禮拜喔? 那我就避難B一個禮拜啊 先猜一個 我這一題很難! 他怎麼可能有… 恩若斯 不是…肯定賣魚了吧! 肯定賣了啦! 選這個… 超難的一題欸! 還在喔?天啊!你居然沒賣 是我已經賣了 要是我已經賣了 這一把是一個活魚 然後前面是…盾盾豬 主播妥妥的冠亞賽跳蛙 男爵來了 麻煩 一個普男爵跟金男爵 合四次 -25 感覺是靠賽金男爵欸 靠賽仔完了 還有賽金男爵這種事喔? 螳螂炸雞…至少吧 最基本的 血鬼術 所以螳螂要電到最後了 風怒年動兩下好了 不要讓他動 我掉炸雞 太賽了吧 掉炸雞 炸雞還那麼大? 哇 加到血鬼了 完了 血鬼加血鬼 最無敵的那種 Oh my god! 他這個東西是用蝙蝠養出來的 金…呃…普卡蝙蝠加金色阿姿 哇塞! 哇塞! 400炸雞 6… 9…900炸雞 1000炸雞! 太浮誇了! 炸雞1112 你真的大 我全部的怪 加起來也沒有1112 那就一個炸雞1112 太羞辱人了 聊天室 他用…他的雞打我的臉的感覺阿 過分了 血鬼術無敵